歡迎收看面對關鍵人物 今天晚上我們邀請到常年投注心理 在台灣自然生態調查領域 從觀察鳥開始再到觀察人 從遠走鄉野開始又再回到城市 從談文化到談歷史甚至談美食 他都以第一手貼近的感受 分享給我們他獨到的心得 今晚我們歡迎劉克香先生 劉老師您好 雲芳好 大家好 歡迎到現場來 我是劉克香 在維基百科上的身份是作家 以前我到處演講 跟大家分享 如何充容生活 但長時間居住在城市 我卻漸漸覺得 自己也好像抓不到節奏了 是作家也是自然生態與人文觀察家 劉克香幫觀光局拍攝為電影 前往台東挑戰慢旅行 一個地方若沒有充容緩慢的生活 是不可能積累出這樣單純的節奏 選擇大眾運輸工具貼近當地民眾 好讓劉克香能夠捕捉獨有的人文風情 劉克香來到台北後火車站商圈 這裡曾經是台北最繁華的地方 都會這個地方已經整個都變了 交久轉運站也在後頭了 然後可是 然後這邊呢 很多地方也都變成了一些比較景觀區 旅館也都翻新了 比較不會有什麼前站後站那種分別那麼清楚 可是這裡還是有很多的遺跡 很多的當時的一些風物 還存在著 拿起相機邊走邊拍 劉克香展現觀察家的好奇心 小東西也要看得仔細 他仍然會刷拖到 劉克香用他的角度走訪各地 除了生態動物之外 現在更是個導覽員 要記錄下逐漸被遺忘的歷史人文 真的好多好多的讀者群 都是已經長期建立了 因為從最早的自然生態領域 然後到最近這幾年 你寫了很多城鎮大城小鎮 很多的辛勤故事 甚至對時局 你也有很多你獨到的看法 可不可以談一下 您這幾年這個寫作上面 這個歷程的改變 好 因為剛開始會去觀察的 自然生態環境 主要還是偏重在鳥類動物 從鳥類開始 那我關心他們是因為這個議題 在過去的臺灣的文學的書寫 或是關心的議題裡面 比較少這方面 那在三四十年前 我覺得這方面是應該是臺灣這個地方 未來的社會發展裡面 這個議題是不能或缺的 可是慢慢從這個議題裡面 我發現你要關心他最近的一條路 不是直接去關心宏偉薄勞 不要被射殺或是威命狂嬰 國慶鳥不要被人家抓 是 是呼籲這個事情 而是直接 最近的路 反而是直接去跟民眾 要關心這個民眾他的問題 反而是關心這些鳥最快的路 反而是這樣子 而不是直接去呼籲鳥類保育 而是要先從民眾的教育開始 或者從人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文化才會去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洪偉薄老或 灰面狂嬰 當你去了解當地人 為什麼去射殺他 瞭解這個文化跟歷史背景 瞭解的時候 你對怎麼樣去改變這個事實 就比較容易了 這是這個說來很容易啦 但是也是經過一 二十年慢慢的 慢慢的改變 我們才 我才會轉變成說 只是關心鳥慢慢的關心到人 是 不過從剛剛關心鳥開始 你要把那個鳥 不是只是在敘述 當作一個手冊一般的 在敘述他 這個鳥長什麼樣子 他的型態 幾公分 他的壽命 他的整個這個 在自然界裡面的一些現象 你把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心情 尤其跟當地民眾之間 這樣子的一個互動 都把它寫出來 那時候其實算是一個 蠻開心合的寫法 是 對 剛開始是這樣 剛開始我也只是注意到 這個鳥怎麼樣從 譬如說從中國東北 飛到臺灣 或者從日本飛到臺灣 我們怎麼去射殺他 那為什麼射殺他 因為譬如 灰面狂鷹要做成標本 或者有人要去吃他的肉 可是後來發現 這二三十年 我慢慢調查 到後來就發現 臺灣的自然生態 他教育已經教育到 剛開始誓殺他的人 現在慢慢變成了自然保育員 那變成自然保育員的原因 我問他 是不是因為你殺太多了 你佛心來了 懺悔了 他說也不是 我說為什麼 那你怎麼改變 他說因為我孩子 在學校裡面 人家都說 你爸爸是殺老鷹的人 他就覺得很丟臉 兒子來跟他講 他就覺得 我這樣子是一個壞的示範 為了讓兒子抬得起頭來 我就不殺 可是這個兒子之所以會覺得丟臉 而不是像以前 比方講在早年 可能會覺得我爸爸殺一隻英雄 對不對 現在會覺得丟臉 就是因為環保的教育 對 可是另外一個觀點就是 像我現在的階段性 我就跟他講說 即使你殺的老鷹的 那個獵捕的過程 我如果是現在 我要來做這件事情 跟你們的社區做對話 我會建議你們這裡成立 譬如說 以前叫做列灰命英 灰命狂英的博物館 讓人家瞭解 從過去的歷史到現在 你們是怎麼樣改變過來的 就好像艾斯基摩人 他們以前可能會獵捕鯨魚 然後後來因為保育法 就不捕捉了 到現在 可是雖然不捕捉了 可是你應該把那個文化 把它建立起來 所以當初為什麼 為了獵捕英 不一定是為了標本 主要是因為他們在山區 山區裡面太貧窮了 沒有肉吃 可是你要蛋白質 你海邊的人 來與達五族人 可以去吃飛魚 那我山裡面 排完族部落的人 我要吃肉 那我不吃 因為我要吃 吃什麼 當時他們形容說 那個鷹就是廢灰的土雞 每年來一次而已 那還一次 我不能吃 你現在叫我不能吃 當然時代會改變 是 但我們把這個來龍 去目瞭解以後 我們再把這個事情 用更成熟的方法去處理 我覺得很好 是 可是您早年從寫這個生態 寫鳥 後來也寫很多 包括魚 包括濕地 然後慢慢的 最近開始寫很多人的故事了 對 像您最近也把很多在大城小鎮裡面所接觸到的長明故事 把它集結成書 又會怎麼樣有這樣的想法呢 開始寫人了 我們其實人又可以有好幾種 我現在大概列出三種我比較關心的 目前 第一種是領二十五K左右 這樣的年輕人 年輕族群 他可能 他譬如說這個年輕人 如果他是從中南部來 他在臺北 他要找工作的機會 或者說他有二十五K或是三十K 可是他光是租房子扣掉 他可能就沒有多少的 出來的機會 也不像我們以前 可能以前我們三十年前來臺北 你隨便 不管你是從後火車站去當同工的 或是從前車站出來 要去讀大學的 你都有信心 你過十年以後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立足 買一棟房子 現在不可能這樣 那這樣的年輕人 我們就會注意到 他在城市的發展 或者他回到鄉下的時候 他怎麼樣有機會 在自己的城鎮 走出自己的天地 這樣的我們會去注意他 另外一種是中年轉業的 四十歲五十歲 他覺得人生走到這個階段 難道我要一直當一個上班族 科技 上班族科技公司的人嗎 或者說我也沒辦法轉變我的人生 到一個地方改變自己 這樣的人我會注意他 怎麼走人生的下半場的戲 這個東西 這個我就會去注意他怎麼走 然後去介紹一些讓我感動的人路 他怎麼樣去把自己跟這個社會 做更好的一個對話方式 或者把自己更願意付出來 另外一種是因為老人族群 越來越多了 那他在這個臺灣 他接下來我們有沒有這樣的無障礙空間 我們有沒有做出這樣的老人的友善的環境 已經出來了 我覺得這個無障礙空間跟友善環境 這幾年當然有在增強 但是還有一些不足 這方面我們更應該去注意 是應該提到這三個族群 但是其中你特別找了一些代表性的人物 把他寫下來當做一些特別感動人的這些故事 大家都在想說同樣遇到感動 你這樣子是你有特別敏銳的一顆心嗎 你自己覺得 還是你有特別好的文筆 每天都有這樣子一個量產出來 我喜歡觀察好奇 因為我以前紀錄鳥類 譬如說 我以前年輕二十三歲 二十四歲 退伍的時候 我可以跑到關渡的沼澤區 一蹲就蹲一個小時 一整天 從早到晚就紀錄六點五十五分 哪一隻鳥跑出來做什麼 就這樣紀錄 這種習慣了以後 我連觀察人都是這樣子 我最近看一個人 就是一上去 我就看到一個老先生 拿著輪椅坐公車 我就覺得不太對勁 怎麼會拿著輪椅坐公車 然後就會觀察他 然後發現他到一個醫院下車的時候 他司機就慢慢停 大概知道這個老人要下車的 拿輪椅不方便 是 他拿下去以後 他先把輪椅拿下去 結果又上來接一個 症障者 再把他接下去 然後下去以後 車子走的時候 他就讓那個症障者坐著輪椅 推去醫院裡面去 可是在推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臺灣的公共設施不太好 他又在彎來彎去的塞車什麼 那我就覺得 哇 這是一個不友善的城市 糟糕極了 應該寫一篇文章 然後談這個問題 你觀察到一個老人戴著輪椅 然後發現結果 其實是一個老人在帶身障者 然後又要去就醫 對 然後他坐公車 你看第一個公車 不是低底板公車 然後到醫院的路 還要走出去 要彎來彎去 很痛苦 那表示什麼 我們的公車沒有坐好 我們的人行道也沒有坐好 而且還要老人照顧老人 老人照顧生障者 對 所以中間這個不友善 所以還很大 就問題很多 所以這裡就可以 討論的東西就多了 所以你的文章 就因應而生了 我就會去想寫這樣的文章 是 我只是做這個筆記 可是我很想寫 是 所以就是從觀察人 好奇 對這個世界 其實產生的就是一篇一篇 有愛的文章 而且在這個 常年在寫文章 總是要給自己 不斷的養分嘛 其實你自己 是不是也特別愛看書呢 會 會想看書 這不斷的看書 要充實知識 尤其是食安風暴以後 因為發現自己很多東西 都還欠缺 可是你要聊 因為我們大家都 老實講 包括你我 我看到食安風暴 我大家都知道 我不要吃 隨便買假油 不要買什麼樣的食物 可是這個知識從哪裡來 難道靠人家用履歷認證 你看了就相信了 就去買嗎 我覺得作為一個消費者 不應該只是靠生產者 或靠政府 有時候自己也要扮演一個角色 自己為自己把關 把關 所以我常常去跟一些讀者 或聽眾講說 你去菜市場買菜 第一個 你要買菜的 賣給你的生產者或銷售者 最好本身 銷售者本身最好就是生產者 這樣子一個基本要求要求到 或者說 這個銷售者本身要對這個東西熟悉 你才願意買它 是 可是你怎麼知道 也許他不是 沒關係 你透過一而再的問他 要求他 他會有壓力的 他有壓力他就會改變 是 所以我常常在傳統市場 現在就會看到一些微妙的改變 這一年來 常常會有那種貼指標語 什麼飛機改的防豆 或者是我是有機蔬菜 當然那個都是假的啦 因為他不可能說 怎麼你寫這樣 我就相信你 可是你寫這樣子 我就會去問你啊 他至少他誠意開始了 然後我問你 你就會有壓力 你就要去準備 對 那我就覺得每一個 就是我們今天應該有一個學校的課程 應該有食安教育的課程 是 沒錯 大家都要學 因為大家都有學 有這樣的注意 整個才會改變 你不可能只是靠一個衛福部 我們剛剛從劉老師談話裡面 聽到了好幾個關鍵字 好奇 要觀察 然後呢 大家想到要改變 對 自己改變 別人改變 其實劉克鄉老師 他不僅是用文字 帶大家來感覺 他自己還當男主角 他要演給大家看呢 稍後我們來看劉老師的微電影 我堅持走路 騎單車跟做大眾載劇 這是我自己這二十年代 在台灣這個地方生活 堅持的一種方式 交流部觀光局 就看上我這一點說 這個人非常適合